香港雨傘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、周永康和羅冠聰 因為2014年公民廣場案被改判監禁6至8個月 危地馬拉首都一家醫院遭到懷疑是黑幫的襲擊 他們企圖劫走一名涉及多項罪名的黑幫成員 事件當中至少6個人死亡12個人受傷 美國將克什米爾分離組織 珍主穆斯林游擊隊列為恐怖組織 這個組織企圖推翻印度政府 印度西部城市艾哈邁達巴德 共有24宗H1N1流感新個案 澳大利亞反移民議員波林漢森 在參加參議院會議時 穿著蒙面長袍 聯邦檢察總長布蘭迪斯加爾譴責 中文字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